現在下面一位也是老朋友吧 我們社會民主連線主席黃毓民先生 賴宇宙先生 還有各位民主進步黨的同仁 還有我們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大家來到這邊可以體驗到 這個民主進步黨 他作為一個執政黨 跟他在在野黨的時候都一樣 激情都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都覺得非常印象深刻 他作為一個在野黨的時候 他也充滿這個激情 然後他執政黨的時候 他也一樣有這個激情 我們在香港的人 看到這個台灣的選舉 其實我們也有一些感想 剛剛民主黨的主席也提到 然後這個共民黨 這個是共民黨不是國民黨 希望你不要誤會 那是共民黨 因為我們香港人普通話 廣東話 這独語講得不好 這個共民黨變成國民黨 那這個很糟糕 希望你不要誤會 這個中共的因素 對香港的政治的發展 它是有一個決定性的影響 對台灣的這個政治發展 它也有一些間界的影響 這個是非常不幸的 所以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天 這個兩黨都在操作這個兩岸的議題 這個尤其是民進黨 提到這個一中四場 提到這個西藏的事件 今天的西藏是明天的台灣 這種操作我們不能說它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種操作 就因為有中共這個因素在有 中共它可以間接影響你台灣的民主發展 比方說它這一些領導人拍桌子罵人 那這個它就可以幫民進黨主選了 又或者最近西藏它早不鎮壓 持不鎮壓 那等到你選舉才來鎮壓 可能又放了民進黨一個大忙 所以它也等於某個程度上面 干預了這個台灣的選舉 這個是非常不幸的 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 是完全由台灣的2300萬人 按照自由意志 不受外力的影響 去決定這個國家的前途 我們香港其身不能治 其心向往之 需要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黃主席 謝謝我們的黃主席